高雄市凤山最近出现了讲匪二人组 他们专门锁定落单的妇女下手行抢 其中有一个人呢上个礼拜才因为抢夺案被抓 没想到又伙同吸毒认识的朋友 继续在街头行抢筹钱买毒 警方上门的时候嫌犯还在呼呼大水 两名嫌犯鬼鬼祟祟 深夜在路口窃取机车犯案 在随机找群单身女子行抢 不过夸张的是两个人骑在路上却一直犹豫不决 居然还倒车步行走到公园行抢 原因是其中一名诚信嫌犯才刚因为抢夺被抓 不愿意再被关 后面都不敢抢啊 前面都说不然我来抢啊 警方徐倩找到嫌犯的住处 见时机成熟先控制主嫌的女友 接着十多名远警一涌而上 当时嫌犯还在床上熟睡 根本反应不及 睡眼惺忪的嫌犯被当场压制在地 接着另一名嫌犯也到案 警方发现两个人都是因为毒品认识 为了筹钱买毒居然相约骑车行抢 由于两名嫌犯已经合伙犯案多起 却不愿意坦诚 警方也呼吁被害人勇于出面 帮忙指认这两名窃车吸毒又行抢的可恶嫌犯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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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